又來到新竹齁 這個竹北這邊的玄天宮 最好愧是鳳城 超級大 我們現在又來到玄天宮 大家知道說來玄天宮 就是要來介紹哪一個牌子的車子呢 非常非常熱門 就是這台KIA的SORRENTO 風太大了 不過因為這台車 我們之前有做過靜態的一個機梢 所以大致上跟大家帶一下 它這一次KIA的整個家族特斯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 這個Tiger Nose好像變得比較方一點 而且比較寬 我覺得更好看更霸氣 整個水箱護罩非常的大 非常好看 前方有四顆雷達 它這個LED的頭燈也做得非常的銳利 這個是這個樣子 它等於是好像有一個反劍型的感覺 下面有這個是霧燈 哇 整個這邊這個輪幅 這邊有防刮材質 19寸的輪框 然後配上這個馬牌的輪胎 好看 那這邊 這邊有一個明板 我以為這邊會寫一個GT Line 嘿嘿 沒有 那下面有這種霧營的配置 還有防刮材質 太好看了吧 這邊都有鍍鉻 上面有一個行李箱 然後這邊整個都有鍍鉻的示範 這邊呢 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這個直立式的一個尾燈 很像那種法系車有沒有 後面這一台隱藏式的排氣管 旅車為什麼要買到5加2 除了說它的機能性好以外 把椅子躺平它的後箱空間表現會非常好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 電動尾門 哇 這七人座已經全部打開了 是這樣 那如果說沒有要用這個七人座的話呢 把它折一下 其實也非常的輕鬆 這樣子 直接就 很大耶 超大 超大 把它打開的話呢 這邊有 這樣子 這是什麼啊 補胎劑啊 不錯 有這樣子的一個地窖式 這個大概只能再放一個20吋的行李箱 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 以我這樣子把它 爬到第三排感覺怎麼樣 等一下它門版用料 哇 全部軟質的 皮革包袱 這邊還有一個飲料 這樣子喔 整個 整個感覺很 很不錯對不對 但是它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喔 按下去 喔 自動的耶 爬進來 我已經爬進來 然後躺好了 因為我沒辦法控制前面這個位置 如果是這樣做等一下來看一下 如果做的比較舒服一點呢 大概也沒位置了 大概就這樣 前面這樣子 我們來看 頭部空間基本上已經卡到了 剛剛好 可是它後座齁 質感非常好喔 這是電動的 齁 第二排 你要讓它往前往後 這邊電動 然後冷氣 哇 這出風口兩邊都有 這邊也有 欸 真的不錯耶 難怪它賣的特別好 你壓下去呢 前面就下去了 壓下去 前面就下去了 喔 不錯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前 前面這兩張位置 哇 跳出來 還好我身輕如燕 啊 翻起來 剛剛就是這樣子的位置 我看 頭部空間 腳部空間 還有一個多拳頭 頭部空間 還有一個 超過一個拳頭 如果躺的比較舒服一點 大概是這樣 就超過一個拳頭 這樣比較剛好 那後面可能也還有位置喔 喔 欸 這個 冷氣出風口 超有質感的 做的真的不錯耶 坐看一下 喔 KIDES 不錯不錯 欸 軟質的 皮革的 哇 這個 很有高級車的FU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全部是電動椅了 這個皮好像也不賴 我們直接坐進來看一下 欸 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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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升 柴油引擎 室內聽是聽 是覺得還好 那這一台呢 是四輪傳動七人做的齁 一百六十四萬九的等級 你看這個就有一個 四輪傳動的一個指示 然後這邊左右 兩個 這個是易經的儀表板喔 然後這裡有一個車機 這裡有一個車機 這裡有一個車機 然後 哇 這都軟的 雖然不是皮革 但是實際上質感也不錯 這個 質感非常好 嗯 欸 這很奇怪喔 下面還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上面還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這個是吹角的 你看這邊也有吹角的 好不好 這邊也可以控制整個門鎖 哇 這USB也太多了吧 一個是CarPlay Apple CarPlay 然後兩個是充電 給正副駕駛做的一個充電 8AT的變速箱 Drive Mode都有 哇 好酷喔 欸 不錯捏 雪地模式 什麼泥泥模式啊 沙地模式 然後Eco Sport Smart Comfort 喔 然後AutoHaul電子手煞車都有 陡波緩降 環景 哎呦 環景 它這個環景做得很好耶 很不錯喔 然後還有怠速熄火 這個什麼ACC Drive Mode這些 DriveWise我就不講 ACC這些 ADAS我就不講 這樣子 欸不錯 而且還有一個很酷的喔 你看 這不是納智捷的專利嗎 現在 欸 也都有了 左右 你切到右邊 它這邊就會 變成一個 右邊的鏡頭 然後這邊變成轉速 有沒有 轉速在這裡 然後這邊轉過來 這邊變成左邊的鏡頭 然後變時速 這邊是右邊 這邊是左邊喔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 左右兩邊的一個畫面 哇 也不賴對不對 好可愛喔 這台喔 不怪不得嚇嚇叫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我們Let's go 就準備出發啦 Let's go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我的房子整理到一個段落了喔 我終於可以出來這邊透透氣了 而且第一次來 第一片就來拍這個好山逃水的新竹啊 喔唷 這邊真的有 有山有海 再過去就吸冰了 我們今天很開心呢 來試了這一台什麼呢 就是KIA的SORRENTO 我們上次有分享過它的這個靜態的展示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試乘車 都還沒領牌喔 就已經賣到翻掉了 哇 這台車真的是叫好又叫做耶 怎麼 這個車子有很便宜嗎 好像也沒有到很便宜 但是呢 馬上一推出以後 哇 接單真的是爆單 真的 不過話說回來 如果說你要找到這個5加2 然後空間要符合你的需求 還要有這種運動休旅車的一個特性 我覺得大概市場上要選擇的也不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到市場上的這幾台5加2去 實際去體驗看看 大概你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喔 不過這個都必須看你個人的一個喜好程度 有些人喜歡大 有些人喜歡精緻一點 但是這台車呢 哇 不管是大小還有精緻度 還有配備呢 都算是給的非常到位了 這些配備就不用多說了 上次有跟大家提過 這一次實際上路以後看到 哇 它這個盲區偵測 不是只有偵測會亮燈而已 它直接給你鏡頭啊 跟那個納茲捷的那一套 Side View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這個做得更細緻 哈哈 不過科技在進步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動作 爬坡 它這個爬坡 這一個是叫做鳳剛嘛 這地方非常的陡 每次我們都會來試這個坡度 這台車不要小看它 2.2升的柴油渦輪增壓引擎 非常的扭力非常的大 非常的足 要爬這種路 又加上四輪傳動 非常的哇 輕輕鬆鬆啦 欸 上次呢不知道開了哪一台柴油車 不要以為柴油車就很猛喔 有時候還是呼呼叫 這個柴油的這一個扭力非常好 然後操控起來呢 也非常的歐化 空間呢表現得也非常的好耶 這一台車 我們今天試的這台是七人座 它還有六人座 後面第二排只有兩張座椅 這個 哇 然後最重要是它的外型 太帥了 哇 這個很流口水對不對 我已經爬完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就是下坡 哇 這個爬坡是個重點 但是下坡也是啊 因為下坡你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在過彎的時候你會更有感 那像這個鳳剛的這一個 這個坡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來爬爬看 最好是騎腳踏車看你騎不騎的上來 嘿 欸 要下了 要下了 因為像這樣子的已經接近U-turn的一個 完全幾乎沒有側傾耶 因為我之前開過Voswagen的那個提光 那時候讓我覺得很驚豔的 就是說它在山路的時候這樣彎來彎去 幾乎沒有側傾 所以我如果朋友在問說 它如果常要去爬山啊或幹嘛的 這個推薦哪一台 以前呢我會跟它講 直接講說提光 那後來因為那個福特的KUKA 上市了以後呢 我也覺得KUKA還不錯 現在又多了這個可以選了啦 哇太棒了 欸這台真的剛剛在過那個彎道喔 真的是還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柴油引擎 如果你常要爬山的話 欸這個汽油汽油車 除了它扭力必須到這個 這個某些車種它的扭力 才有辦法到30 40以上 不然喔這個一般的汽油車 你說那個賣最好的那一台對不對 嘿現在可能有一點點 遭殃的那一台車喔 漏水的那一台車喔 你說它要有辦法不費摧毀之力 上剛剛那個坡 我看是真的啊 因為我都開過啊 哈哈 所以就看你的使用情境啦 我沒有說那一台不好 我只是說可能在某些情境下 這個車子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比較損利一點 那這一台車呢 欸這個實在是我們這個竹北一姐喔 欸奇怪咧 它明明就穿黑絲襪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就不讓大家看 真的是 哈哈 看這個啦 欸它害羞不好意思露鏡喔 如果說要看它爐山真面目 直接到竹北營業所來看一下 KIA竹北營業所 指名說要找小紫 紫色的紫 紫色的紫色 反正這個車子呢 最近真的是蠻熱賣的 說預接單就已經破百台了 這不是那個幾十萬的車子 它是160萬 170萬左右的車子 所以等於說這個車子 如果它沒有那足夠的賣點 它不可能有這樣子的銷售成績 那它從最入門的130幾萬 139萬9 7人做的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覺得你要的配備 想要再多一點的話 它再往上一階的話 就是149萬9 那7人做149萬9 加5萬就可以變成100 就是再加5萬 它就變成6人座了 7人座變6人座 因為6人座 它那個後面那裡有多 那個兩張總總座椅 然後有滑軌 那當然是成本又增加了嘛 那多了很多配備喔 大家可以直接上網 看一下它的配備多了什麼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熱愛三菱啊 那你就一定要買到 這個AWD的四輪傳動 四輪傳動它有分 六人座跟七人座 那一樣是差5萬塊 但是AWD就是那個版本呢 是164萬9 跟169萬9 這個差5萬塊就是 就是差那個六人座跟七人座 但是AWD跟普通版差了15萬 這多了東西可就超值了 就是多那個AWD那套系統 像剛剛我們那個四輪傳動系統 在山野間這樣跑 真的是很貼地性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這個環景的配備 現在大部分的人 像這種車子這麼大 你要在那種市區都會區 行走 真的還蠻考驗技術的 像我的技術這麼爛 就很需要這個環景 然後它還有這個左右的這個鏡頭 因為有環景才有辦法做這個嘛 它左右這個 這個叫做盲點偵測的 這個side view 這到底叫side view 你們這個叫什麼 BVM是不是 盲區的一個鏡頭顯示 叫BVM 反正盲區可以看到左右兩側的一個畫面 它比後照鏡的角度更廣 所以如果說你後照鏡 你覺得你看不清楚 要切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停在路邊要切出來 有時候後照鏡會有盲點 這個畫質跟它的這個角度更廣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這些配備 我覺得直上也不錯 那它還有一個192萬GT-Line 它不是GT-Line 叫做旗艦進化AWD版本 哇這個真的很進化 要192萬 192萬9 那個9還不能給它省略掉 直接6人座 而且全部都是最頂配的 那今天試駕的這一台 它是164萬9的 7人座的AWD版本 其實我覺得就挺不錯 滿夠用 但如果說你要6人座 後面那兩個位置更舒適的話 其實再加個5萬塊 讓它變成6人座 然後整個舒適感更提升 也不錯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一下 實際到現場看 找到最適合你的車子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這個竹北一姐 這個小子 劉小姐 我們每次叫她露個臉 她不願意露 叫她露個腿她也不要 真是的 那你要露哪裡 直接到現場 來看本人比較準確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試駕就到這裡 我們期待 這個 還有沒有別台車可以試 什麼車 它連聲音都不露 你看 油爆琵琶半遮面 連臉都不露 聲音也不露 我們去試那個Picconto好了 Picconto最近也很熱門耶 好啊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掰掰